要在市况之下找有些什么放宽防疫的受惠行业 大家一定很直觉立刻想到一定是餐饮、旅游出行 但是这一节我们说的延期股 你都觉得会是第一批业务会比较受惠得到 或者业绩都会有个反弹的 为什么你这么觉得呢 因为就看到其实内地的用器量 其实已经是连续几个礼拜就按年下跌 原因是两方面 工商业的用器量的下跌 很明显和大规模的风控是有关的 因为内地自从广州的疫情开始反弹 各地也出现有一个疫情的迹象 在这个星期之前 内地各个地方普遍都是在一个很严谨的防控措施下 所以工厂也没有办法开工 大家看到河南郑州的富士康的情况大概知道 全国这个现象其实都挺普遍的 工厂也没有办法开工 然后商店也没有办法开门营业 例如餐厅那样东西 因为这些是用器用得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商业 同一时间就是这个燃力发电 由于经济活动忽然间降温 所以本身的发电量 其实已经看到有少少下降的迹象 同一时间就是上游的气价之前也是高位 这个也都抑压了那个用量的 而这个今年的冬天或者是降温 降得特别迟了 变了取暖那方面的需求也都没有预期升得那么快 所以看到就过了一段时间 尤其是过去三个月 其实整体的燃气股的经营状况的确是挺差的 但是去到这个时间点呢 开始有少少反转的迹象了 第一就是工商业那里 若然就是内地真的坚持 逐步开放那个防疫的措施 经济的活动逐步恢复 无论是工商业的生产也好 商业的运营 包括餐厅各方面或者燃气发电厂 其实用电量开始提升的话 对于那个燃气的需求或者用量应该会有一个提升的 再加上就是这个星期开始 其实中国北方就早一点 其实这个星期初就已经有一个很明显的降温 降温底下 其实对于取暖用的燃气的需求和消耗 其实都会逐步增加的 所以对于那些燃气公司 如果是这个受气的收入或者那个受气量 未来一段时间应该是一个逐步回升的一个趋势 除了受气量之外 另外其实内地楼市问题都压住他们的业务 因为像中国燃气那样 在中期业绩那里 除了他们的卖气量的增长是放缓之外 他们做一些燃气接驳 工程设计那些甚至是要跌的 这个和楼市放缓的影响 你没有什么建新楼 那你燃气接驳自然就少了 虽然近日内房的流动性是有缓解的 但是什么时候才真的卖了一些现楼 然后会建一些新楼整个循环 供应链 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回燃气接驳那方面都复苏呢 这个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相信内地的行李产的销售 就未必好像融资的问题 其实内地政府中央一放松 其实就可以立刻解决的 我相信就因为内地的居民 就是准买家要买楼 他要考虑的情况或者是比较多的 就是他要考虑一下整体的经济的发展 他要考虑一下那个楼价升跌 也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收入 就是工作的那个稳定性 那才是会卖出去买楼的 所以变了就内地现在这个情况 虽然是很大力地去扶持这个房地产 但是这个问题如果是要销售恢复的话 可能都要等到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一半的股票可能要到年中或者之后 其实才会逐步恢复的 所以你说延期他们接驳那方面的收入 要恢复之前的状况 就应该没有那么快会出现了 再加上因为之前的接驳收入 其实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央鼓励 或者补贴去做一些活改器的 但是这个步伐其实都开始减弱了 所以如果是之前做一些 接驳的工程的收入 佔比较重的燃气股的话 可能它的业务的复苏速度 就未必有那么快了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选择最受惠的燃气公司 或者燃气股 就选择一些本身的接驳收入 佔比较低 本身的卖气收入或者 售气收入比较高的燃气公司 就可能比较容易就可以捕捉到 这一轮的升浪 如果买气来更多 那么毛利率又可否复苏 之前很多只毛利率都很受压 也可能是这样的原因 令到估值跌到来 很多只只剩下7倍 9倍的PE 不过现在的股价 大家不弱而同 都反弹到去 由10月低位反弹到3、4成 去到100天线 那究竟他们的估值 来到现在7倍 9倍 其实是否已经反映得七七八八 还是还有一个收复的空间 应该都有一个收复的空间 尤其是如果售气收入价比较高一点 那类的股份的话 其实它的估值 其实连续都会有一定的上行空间存在 至于他们的成本 即毛利率的因素 其实我相信去到第四季到现在这一刻 就开始有一个改善的了 因为之前他们的毛利率受压 就是因为上游 就是大家的加幅 其实会有制厚的 因为上游加价 加完之后 可能一两个月 然后才容许他们 可能就加下游 那变成了 就是中间 就是有一个毛利率受压 那其实都要 那些燃气分销公司 就要自己吃掉它 但是就很明显见到 就是上游的燃气价格 就应该在今年 其实8月9月左右 其实已经见了顶了 那之后虽然会有 有些反复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都有一个明显回落的迹象 那只要就是 就是上游的燃气价格 逐步回落的话 那对于这些燃气公司来说 就是反而有利的 因为上游减了价格之后 那其实它又未必需要 那么快就是减据用户的价格 那其实最终都会减的 那其实最终 他们的静利 那样东西 那其实每立方米的顺利 那应该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那但是去到下半年开始 那这个趋势上 是对他们是有利的 那所以我们都估计 其实看到就是这些燃气公司 今年第四季度 明年第一季度 那其实那个的 就是毛利率那里 或者整体的净利 应该是比起 今年的第二第三季 有一个稍微显著的改善的 那都是那一句 那就是如果要选择的话 就选择一些 就是受气的收入占比 比较高的一些燃气股 就比较受惠这一陣子的趋势了 就比较受惠这一陣子的趋势了 那这次是一陣子的隔开 中间的隔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